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签下像阿拉巴这样经验 丰富且实力 早已得到认可的后卫 各家豪门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据报道 包括黄马 巴萨 切尔西 利物浦以及大巴黎在内的豪门球队 都有一千下阿拉巴 此前一度传出了阿拉巴已经与切尔西谈妥了合同条款 不过如今他的转会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 媒体透露阿拉巴向切尔西提出了薪资要求 他索要了一份35万英镑的天价周星 切尔西似乎也没有拒绝阿拉巴这样的请求 但是根据最新的报道 阿拉巴的经纪人已经与黄马有过一些接触 他比较希望阿拉巴加盟黄加马得理 他此前就与黄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这可能为阿拉巴加盟黄马做好了铺垫 双方很有可能在明年1月开启谈判 那时阿拉巴到底加盟哪支球队就会揭晓 此外 黄马队长拉莫斯的离队传闻 也让黄马更希望能牵下阿拉巴 据媒体透露 黄马主力后卫队长拉莫斯已经决定了转会 他希望能加盟一直应超球队 一旦拉莫斯离队 黄马就必须立刻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后卫 填补球队后防线的空缺 而对于阿拉巴来说 拉莫斯的离队也为他留出了球队的首发位置 一旦他加盟了黄马 应该不会面临太多竞争 就能成为黄马的主力后卫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